美国政府新的财政预算案在国会卡关 如果两党议员无法在这个月底前达成共识 政府就会在10月1号再次停摆 今天早新闻的线上有马略甲证券研究主管刘李玉 为我们分析美国的局势 李玉早上好 主播早上好 那您为了观察呢 目前市场对于美国政府可能关门这件事情 有怎样的反应呢 我相信在这个过往的这三到五天当中 我们也看到这个美国股市呢 有下滑现象 差不多接近1000点的这个下滑 那除了这个美国关门的这一个消息之外呢 我们也是了解到这个美联储的这个操作 有一点相对的比较鹰派式操作 在它的最接近的这一个美联储的会议当中 所以导致到这一个情况加剧 那除了这两件事之外 我们也看到这个消费的能力或者消费的这个 consumer sentiment也是慢慢的下滑 所以大家都会探讨到到底这个美国关门的话呢 会不会导致到更加多的这个经济衰退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情况就是比较负面 对于这个这个操作来说呢 我觉得它还会有可能会有一个下 就是可能在这两天当中 可能还会继续在下滑的一个情况 如果这个协议还没有达成的话呢 我相信这一个会对美国的经济或者是股市 会带来negative的影响 我相信呢大家都在关心的是 那如果美国政府真的再次停摆啊 会对美国和全球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在过往的这几次当中 就是说我们在如果这一次停摆的话呢 是会是第二十二次的停摆了 那我们最接近的就是在川普的时代 就是2018年的这个十二月份的时候呢 就是有停摆过一次大概三十五天 那统计学的这个economist 这个经济学家呢都说了 如果在这个停摆一周的话呢 如果美国停摆一周的话呢 会对这个US的GDP带来0.1到0.2%的这个下滑 所以这个是其中一个影响 那第二个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股市当中 如果他在这个2018年2019年的来做借鉴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当他一宣布停摆之后呢 那两天呢他下幅会比较大 但是过后的这个日子可能就会比较好 我觉得那个看法是在这个情况当中 是为了要节省这个政府的开销 所以导致到他要做这个停摆的动作 那如果开销这个可以节省的话呢 可能在未来的这个日子 就会可能过得比较好一点 所以可能那个股市也是会在停摆的那一两天 可能下滑的比较严重一点 那过后呢就会有一个上浮的现象出现 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 可以用这个在川普的时代的这个股市 来做一个借鉴 所以可能在如果他真是有停摆的话呢 可能在那个礼拜当中 可能是下滑的最严重的时刻 但是过后我可能after那一个礼拜之后呢 我觉得那个买就是buying project 或者buying support 就会慢慢的浮现出来 所以到时候可能就是一个买入的好时机 好的 非常感谢李玉带给我们带来的精辟分析 请不吝点赞 转发 转发 转发业 感谢观看